今天卡洛斯又是回來找數的時間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之前介紹了很多朋友買這部 CR10 V2 3D 打印機 我就讚到它天上有地下無 買了回來的人就有別的需求 有些人想學習怎樣用CAT CAT這件事卡洛斯上星期已經結束了 已經介紹了幾款CAT的用法 尤其是教了Fusion360的應用 回到硬件這邊 幾位買了CR10 V2的朋友 在這個時間應該已經在用 就不需要我再教了 但還未買或考慮想買的朋友又怎樣呢? 不用擔心 今天卡洛斯就會在1510 將要應用一部Fritpainter所知的東西 有一部告訴你 不僅如此 因為我買這部CR10 V2時 都買了一些配件 現在在我手上 這個就是Titan Extruder 專用來打一種軟材料的配件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這部CR10 V2的用法 以及怎樣應用這個Titan 來印一種比較軟的材料 那就一定要將節目看到最後了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以及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其實又完全甚麼都不懂 到學會用一部Fritpainter 是否很難的事呢? 我個人覺得 最難的事 就是上次所教的CAT 當你下載到一件你想印的物品 又或者你自己 直接懂得用CAT 來畫出一種你自己的設計的話 相對來說 開了一部Fritpainter 將它打印出來 其實是很簡單的事 不如我打個比方 告訴你難度有多高 應該一部Fritpainter 不會像一部微波爐那麼容易用 放一件食物進去 按按鍵就可以出得來 那麼簡單 但應該有些類似駕駛汽車 你考了一個牌子 懂得駕駛出街 如果車爆了輪胎 你是不是都要懂得去換輪胎 又或者車髒了 你都要自己單桶水去洗車打納 而Fritpainter正正是一樣的事 它不可以買回來 甚麼都不打你 而它自己會為你生產的 因為有很多細節的部件 需要你自己去調校 每次印刷的時候 你要將桌面調平 材料輸入輸出 要你自己去打點 如果噴嘴塞了 你都要自己找方法去通通它 卡路斯曾經遇過一些老師朋友 他幫忙一些大公司 買了一些很貴的Fritpainter回來 Fritpainter本身是有一年保養的 但過了一年保養之後 保費就很貴了 如果那位老師 是自己不懂得做維修保養的工作 那部給幾萬元的Fritpainter 就放在這裏 現在變成垃圾了 所以我講到這裏 大家會明白一點 就是你玩Fritpainter 要有一定的自己動手能力 之前卡路斯有個節目 就講過 Fritpainter是為小朋友設計的 所有的控制是最簡單的 只有幾個按鈕 但你學會用它 就不代表你真的懂得用正常的Fritpainter 所以一般朋友叫我介紹Fritpainter 我就不會介紹這款的 由於在這段逆境期間 卡路斯不斷在印口罩的配件 所以我都需要一部比較完善的Fritpainter 於是我就買了這部CR10V2 也都介紹了給很多朋友 不如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這部Painter究竟由什麼所組成 有一些Fritpainter 這部主機是跟Fritpainter結合成一體的 但在CR10V2 它就是分離式的設計 主機上安裝了耗料的卷軸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耗料的卷軸不一定放在這裏 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主機上看起來好像只有一個船樓 比CR10V2 但其實這個船樓可以按下去過 按下去就會出現一個Menu 例如 Prepare Control Language 等等等等的選項 在需要準備的時候 選擇到Menu 按下去 便會得到準備的Menu 例如 選擇Move Axis 其實就可以控制 X軸、Y軸、Z軸的行進 我們先教大家 用一個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Auto Home Auto Home 即是叫X、Y、Z軸 都回到0的位置 或者我簡單說 CR10V2 跟其他整個箱子的分別 就是 它是很容易讓你接觸到每個部件 因為它只有外框所組成 譬如 現在這個頭的左右移動 其實就是X軸的位置 至於托盤 位置就是Y軸的位置 不如回來主機畫面 先讓我教大家幾個功能 第一 就是扭進去 Move Axis 按下去 選擇Move Range有多少 分別控制X的位置 現在我就是調教 打印頭X軸的位置 Y的位置 也就是打印盤的位置 如果大家要手動地推動盤 就要先允許Stapper 所以加熱 就用Preheat 有打印頭的加熱 和熱床的加熱 你可以一次過做兩樣 至於打印是怎樣做法 就是插一張SD卡 進去這個位置 插了SD卡之後 你就可以在Print from TF 選擇 你心目中想印的東西 例如我想印這個Move Ring 按一下 理論上就會開始印了 很心急 為何還不開始印 先買著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材料的選擇 原來是這樣的 一般我們蛋的材料 我們稱為PLA 這種PLA 是由粟米的DNA提煉出來的 所以它比較安全 沒有毒 但可以告訴大家 這種PLA的質地 比較脆 很容易斷 而我這裡就有第二款材料 這款材料 叫做TPU 它是很軟的 是一種軟性的材料 適合打印有彈性的物品 但針沒有兩頭 這個機器原本設計 就是打印硬的材料 所以它用了一條 白色膠管 這條膠管 稱為雪佛龍管 就將這個材料導引到打印頭 才打印出來 因為如果沒有這條軟管 那條材料 讓頭動來動去 就很容易整斷 但相反 如果用TPU 這種軟的材料 你經過這條軟管 推下去 它又完全推不到 因為如果推下去 它就會這樣 所以打印軟的材料 就不適合用這麼長的雪佛龍管 正正由於這樣 所以我們才要買這個 Titan Extruder 這個所謂泰坦頭 其實是一個近程的打印頭 打開你的說明書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泰坦頭 其實就是一個Step Motor 加上一組齒輪的裝置 盒裡面還給你多一條雪佛龍管 此外還有一些螺絲 六角時 亦都有些索帶給你 最後還有一條Extension Cable 要安裝這個泰坦頭 首先要把上面的四顆螺絲扭出來 現在我扭緊這顆螺絲 就是短螺絲 其他三條就是長螺絲 大家要記住 扭開四顆螺絲之後 你就可以把透明蓋打開 將這個金屬出料的通道 這樣拆了出來 之後就回到打印機 將原本出料的雪佛龍管 拆了它出來 要拆它出來 就要在打印機 找回原本這個板手 將雪佛龍管拆了出來之後 我們找一條短的雪佛龍管 拆進去 而齊齊後 用卡塔把卡斷去 剛才拆出來這個金屬的頭 我們就拆進去 看回泰坦頭那邊 拆出來有一個好像雪糕桶 我們要將一段短的雪佛龍管 放進去 這裏多謝卡皮王 他也買了一部機 他試過告訴我 原本我也不知道 因為如果不加 那條料裡面的空間 就會壓到彎了 最後我們將整組的泰坦頭 這樣放進去 這個入料的部分 蓋上那個透明的蓋 認住三口長的螺絲 一口短的螺絲 插入 扭緊它 那麼留意 扭這個左下角 一顆螺絲的時候 要將泰坦頭 稍微傾側 才夠位去扭 扭完之後 就將它整個泰坦頭 扭回正 那麼留意 在上方 這裡我都插了一條 短短的雪佛龍管 也是方便入料的 然後我們走去 這個打印機的後面 也都將兩顆短的螺絲 扭回到這個位置 就將整組的泰坦頭固定 它的位置 不可以再傾側了 好了 現在回到原來的出料 的佈進摩打那裡 將條線拔出來 而將那條Extension cable 插進去 就接駁去新的摩打那裡 現在新的摩打 就完全取代舊的 接著我們想創造官網 下載一個 一個軟件叫Slicer 安裝之後 用USB cable 將電腦 和你的主機接駁在一起 接著在Slicer的 機器 Pull Down Menu 裡面 找到機器設置 設置新的Comport 和115200的Bout Rate 再回到機器 Pull Down Menu 裡面 選擇消錄指定固件 固件當然也是在創造官網 下載的 下載的固件一定不能錯 你可以看這裡的字幕 我給了固件的名稱給大家 大家一定不會下載錯 下載完成之後 回到打印機 選擇Control 在下面選擇Initialize EEPrompt 然後再回去選擇Motion 選擇Steps Per mm 認真測試一次 E Steps Per mm 是不是382.14 如果是的話 即是表示 你消錄固件 是消錄得正確 否則的話 這個數字 仍然會顯示93 好了 萬事俱備 還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把原來出料的 卷軸拆下來 把孔稍微轉大一點 然後用兩顆M4螺絲 和T字形C母 將出料架 安裝在打印機的頂上 因為TPU 料 是由上面進料 問題會比較少些 還有一件事 就是把一條斷料 插在原來的斷料檢測裝置上 亮了藍燈 就表示我們騙到它 沒有斷到料 好了 我們真的插料去準備打印了 只要把這個彈簧裝置壓到最盡 就可以把調料順滑地插到最底 好了 現在加熱了 我們去Temperature Nosal 將它調到195度 因為TPU 材料的工作溫度比較高些 要調到大約195度 才可以順利推進 調好之後 溫度就會慢慢上升 只要一度到195度 我們就可以去prepare 控制Z軸讓打印頭升高些 然後再控制Extruder 選擇Move 1mm 然後去控制推出材料 所有選擇正確 你就會見到打印頭 會不會有材料推出 打印之前 最後一步 我們就選擇Auto Home 讓XY和Z軸都回到0的位置 我們俗稱所謂拜四角 就是將打印盤的四角 都調到同一個打印頭 是剛剛碰到的 你要手動動到打印盤 首先要回去主機 儲存所有的步驟模特 然後你就可以用手 來移動打印盤 和移動打印頭 去四角角 然後就利用打印盤下面的大螺絲 去調校打印盤 和打印頭之間的距離 而你扭緊一點 距離就會變大 扭鬆一點 距離反而會縮小 那麼究竟多少距離才對呢 就見人見知了 有些人說是一張A4紙的厚度 有時候就說剛剛碰住 反而更好 就要看你上第一層的打印層 有多黏著打印盤的精革面 距離太近又會黏得太緊 距離太遠又會竅肩 或者打打下脫了出來 所以這個就要靠你自己經驗 然後慢慢累積 去告訴自己怎樣調校 正式進行打印 就要在主要選擇 Print from TF 然後再選擇你要打印的檔案 記住TPU的打印溫度 是大約220度至230度之間 到了溫度 它就會開始打印了 在打印第一層的時候 大家必定要非常留心 看看第一層是否好好貼著精革面 如果發現不太貼 或者貼得太緊 總可以一邊打印第一層 一邊調校 如果調校得好 可以救得回 不用重新再開始過 假設打印出來的第一層 是有少少顏色 好像這樣 其實就調校得不錯 可以讓它繼續打印下去 但如果發現有什麼不妥呢 而不能即時制止的話 只要返回MENU Stop Printing 然後將底層剷出來 再重新開始過 現在很明顯 新安裝的泰坦頭 已經能夠正常地工作了 舊的打印頭 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最可惜就是 斷料的檢測裝置 現在是廢了 以後都不能進行斷料的重新啟動 好了 經過一段打印時間之後 你可以看看現在打印的情況 你會發覺 打印的Mask Ring 中間有很多拉絲 這個主要原因 亦都是因為TPU的設定問題 原來在設定TPU打印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設定太多的回抽 Retraction 因為回抽了再壓下去 軟料很多時候會產生問題 由於沒有回抽 就會看到上面 好像蜘蛛網一樣有這些拉絲 但是不要緊 打印完之後 用剪刀剪掉就可以了 而打印完之後 在脫床方面 軟料也是很簡單 因為它軟性 輕輕地剷一剷就可以脫出來了 大家剷的時候 小心不要弄花精革面 精革面本身脫床是很容易的 但是弄花了它 就要重新買過 好了 我們現在撕了這些絲 就看到用TPU打出來的Mask Ring 質感是怎樣的 軟軟軟的 安裝太坦透成功之後 我亦都會掛心 究竟用回PLA去打印還行不行 於是我就加熱打印頭 把這個TPU拆出來 就裝回PLA 記住PLA要進入 要把頭髮剪到斜斜地 同樣呢 亦都是選擇這個檔案去打印 而PLA所設定的溫度 大約185-200度已經夠了 開始打印之後 我發覺打印過程 和以前都沒有大分別 而鏟出來 就發覺打印出來的效果 我和以前都差不多 一樣這麼漂亮 於是我就很放心了 今次的安裝 可以使得我同一部C-R10 V2 可以同時打印TPU材料 和PLA材料 除此之外 我還會覺得 耗料的卷子放在上面 整個機體上更加骨子 因為以前放在這裡 覺得這部主機要拿開一點 是有點雅定的 現在這樣看法更好看 另外一點大家都要注意 就是TPU材料 打印速度不可以太快 一般是要調校到35-45 之間 所以一隻大混帳仔 要打印了17個小時 今天非常高興 可以用了一個節目時間 教大家 如何使用C-R10 V2 以及教大家如何安裝太坦頭 以至於同一部機 可以兩種材料 TPU和PLA都做完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卡路斯的影片 我之後會介紹更多C-R10 V2 配件給大家用 也會教大家更多 設計和繪畫3D部件的方法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 希望大家加個讚 和評語在下面 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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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